前一陣子呢 我也跟朋友们大家都在聊 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龄 总要考虑退休的 那所以后来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只要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可以 脑力还可以 就不是退休的时候 因为这个文化的东西 你去培养一个能力 二十年三十年都不一定培养得到 那你好不容易培养到 你自己知道你有了 你千万不要说 现在已经六十岁 我应该退休了 那你把那个东西带回家 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个 跟我其他的朋友的想法 掺着起来 我觉得除了自己觉得 体力脑力还可以的时候 不要退休之外 其实是应该说要中间要不停地精进 自己越来越努力 要不然你要是不努力的话 你四十岁五十岁跟六十岁还不是一样 那你四十岁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再给自己一点一点 努力的目标 然后一直向前 所以你确定你六十岁的时候 比你五十岁的时候不差 你就真的可以看看你的脑子 跟看看你的身体 来决定你是否继续贡献下去 你做得好不好 根本用不着别人来告诉你 你在那边底下一片睡成一片 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都一样 小朋友其实对这种东西的接触 在没有任何其他奇怪的价值 在那边妨害他的时候 他其实是又直接又快 好看就是好看 不好看他就走了 还有他就直接睡着在那边 小朋友是不会给你任何面子的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你如何 你怎么 意思是说你怎么鼓励你自己 不要越做越烂 我说因为你的观众会告诉你 他下次八个月都不来了 那你就懂了 对不对 他就是邀请的时候 我 是签名 编签名的时候他们在录影 就跟你讲的 不是 不是 就是 不是 不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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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